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影像机,我是宁哥 武庙全称武成王庙,祭祀江太公以及历代梁将 也即进入武庙可谓古代武将的至高荣誉 唐朝时期唐朝皇帝追踪江太公为武成王,并设立武成王庙 历代简称为武庙 宋朝时期追逝江太公为昭烈武成王,并增设古今72名将为从寺 这就是著名的武庙72将 就宋朝追风的古代名将72人,就有九位出自三国时期 这九位名将分别是诸葛亮、张飞、关羽、张辽、邓爱、周瑜、吕蒙、陆逊、陆炕 也即蜀汉、曹伟、众吾都有名将上榜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和诸葛亮相抗衡的司马懿却没有进入这份榜单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诸葛亮能进武庙72将,而司马懿却不能进呢 究其原因,一方面对于诸葛亮来说 虽然刘备的很多战役中,诸葛亮没有跟随左右 但是就诸葛亮制定的龙中队,为刘备的南征北战提供了战略指导 因此,对于蜀汉的建立,诸葛亮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并且,在刘备白帝城脱骨后,诸葛亮不仅平定了南中地区的叛乱 还多次率军北伐中原 这些战机也是诸葛亮入选武庙72将的重要原因 相对于诸葛亮,司马懿虽然也有不错的战机 但是,司马懿抵抗诸葛亮北伐,均暴露出他的不足之处 在诸葛亮述次北伐中原时,司马懿以兼臂聚首,以以待劳的指示 均兼臂不出,以待其变 对于司马懿来说,虽然兼首是可以避免较大的损失 但是,作为优势的一方却不敢主动出击,反而被动防御 已经体现出司马懿对于诸葛亮的畏惧了 进一步来说,在罗冠中的三国演义中 对司马懿畏惧诸葛亮的情况进行渲染,显然不是子虚乌有的情况 因为在三国制等正史中,司马懿确实不敢和诸葛亮正面展开决战 这成为他没能进入五庙七十二名将的重要原因 最后,司马懿的篡权行为应该也是他五元五庙七十二名将的原因之一 夹平元年二十四九年,魏帝曹芳离开洛阳去击败魏明帝高平陵 大将军曹爽,中领军曹熙,伟将军曹迅军从刑 司马懿趁机上走国台后,请费曹爽兄弟 当时司马仕为中护军,率兵屯司马门,控制曹魏渡城洛阳 在此之后,司马懿违背诺言,以谋反的罪名诛杀曹爽及其党羽,并灭三族 从而篡夺了曹魏大权 作为曹魏的大臣,司马懿却篡权自立 自然难以获得后世的正面平将 换而言之,就宋朝平选的五庙七十二名将 无疑是以忠义之士为主 由此,对于宋朝平选的五庙七十二名将 自然不愿意将司马懿列入其中 对于以上言论,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